你有配過求人事嗎 我有配過那種R片有沒有 這台灣拍的那種 只發行錄影帶的 那怎麼弄啊 那個啊 那個很簡單啊 譬如說 譬如說有時候我們就一早去配嘛 就把那個早餐也拿進錄音室去 你知道 因為對白很少 都是嗯嗯啊啊的 所以你可以邊吃早點邊配啊 嗯 啊 啊 嗯 嗯啊 這個太性感 這個太性感 性感性 你平常就很性感嘛 那你自己下有像我們那種 男生邋遢的一面嗎 也可以啊 就很隨便這樣 可以啊 就看心情啊 有時候你不想打扮或者什麼的 人家會講說 萌萌萌 你不是很性感嗎 你今天怎麼會穿這樣呢 那你會不會覺得很煩 那我不管啊 不管 因為 不同的打扮可以有不一樣的性感啊 所以你的個性其實是 滿像男生的 其實是啊 對不對 我也很愛做那種男生的打扮 其實在家裡都穿 那就是四腳褲的 喔 是啊 性感性感 性感性感 性感性感性感 只有那件褲子而已 其他什麼東西 是是是 是性感性感性感 兩塊 我們以一個男生的這個立場來問你 你覺得女人 什麼時候最性感 睡醒的時候也滿可愛的啊 滿特別的 臉有點腫腫的時候有沒有 然後睡醒 對... 可是有一個麻煩是那個 嘴巴會很臭 這樣好啦 這樣啦... 我們現在講的美 美的事物 對啊 你講到那個 幹什麼 可是美的 好美...好臭喔 對不對 我告訴你真正性感的美女 起來是不會口臭的 對啊 科學研究過 你自己覺得 你最有自信 最性感的部位在哪兒 部位啊 我滿喜歡我的頭髮 頭髮 我覺得... 增多 對啊 很多 然後可以做很多的變化 然後就可以有不同的情緒 又可以狂野 那你覺得男人也有性感的一面嗎 應該有的啊 有 有喔... 那比如說像這種嘛 眼睛很會放電啊 長得很帥的人 這種人算性感嗎 快...不要裝死魚眼 快... 裝什麼死魚眼啊 什麼是眼睛很會放電了 我真的搞不清楚 放個電來看看 來 放個電 預備 不要...人家客人 不要嚇到人家 晚一點 不會... 再半個小時以後 我很多... 就是什麼梁朝偉 我都有跟他對戲啊 你真的覺得梁朝偉 眼睛會放電嗎 其實我就是... 不懂什麼叫做放電 就是... 很有眼神 或者很用心的看著你 就是放電嗎 那就算是 真的啊 嗯... 可是... 不是一般演員都應該這樣演戲嗎 都是這樣 我覺得有時候太... 太... 太用力 就會變得沒效果 反而反效果啊 你用力一個 你用力一個眼神 我已經用力到 你看 我的確是... 爆開啦 我再看 用力了 看你... 看什麼... 看你... 我看什麼呢 1 2 3 我覺得好像那種 演大戲的那種 演大戲 金句啊 對... 不是... 再用力 剛剛不夠用力 眼神1 2 3 用力 好用力 這樣算Over了 算用力了對不對 對... 對... 我已經好像把刀這樣射出來 開玩笑 我是學過的 學過亮相的 1 2 3 用力那個機器 對 過小景 好 那邊 1 2 3 你這個好像要垂他喔 對啊 好可怕 他不是講好用力的嗎 用力的路數不一樣 對 你有用力這樣 這樣就能拉對不對 對 好不好 彭哥是不用用力 就可以滋滋滋了喔 好啊 試一個好 1 2 開始 OK 夠了 看了... 夠了 看到了... 不一樣啦 三個眼神都不一樣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就聊另外一個問題 如果你今天男朋友 在馬路上走路對不對 逛街跟你 然後他這樣走著走著 一直在看別的女孩子 你會怎麼樣 如果真的很好看 那可能我也會看 一直看 譬如說你在買衣服對不對 要買鞋 他就在那邊一直看 然後一直看 然後你問他 好漂亮漂亮 漂亮 買買買買 你會不會生氣 會... 會說吧 會提醒他 對啊 也會吧 還是會吧 OK 為什麼不能看 男人為什麼不能看別人 對啊 為什麼 就不要在我面前 讓我看到你看 可是他已經是屬於你的啦 為什麼你還怕他看別人 那沒禮貌這樣一直看著人 對啊 我覺得看還是要有技巧的 對啊 你知道嗎 不能看得太難看 來來 你示範一個 帶老婆去你 然後看別人的女孩子怎麼看 對 就是說我老婆 我說我是你老婆 那你看到莫文偉 在路上 很漂亮 誰 很漂亮 誰 那個 我覺得大方說出來反而沒事 不可能 你怎麼可能跟你老婆說 但是如果說那個眼睛 是一直這樣子 上下端詳的 打亮的那樣 就很不理好 我跟你講 這種就不是看女孩子 這種是那種邪念 我們講的是欣賞 譬如說你的男朋友 很喜歡欣賞女孩子 你會不會生氣 如果真的很美 值得欣賞的 那OK 你喜歡什麼樣的男生 喜歡 喜歡 當然 帥最好了 當然 誰會介意他帥 對 然後 有點幽默感是蠻重要的 莫小姐你好 我叫大頭康 今年38歲 很高興認識你 OK 莫美女你好 畢竟孫叫孫鵬 目前服務於三立電視台 國光幫幫忙 今年40歲 很高興認識你 孫鵬為你好 OK 他直接服用 我叫居重 然後呢 身高168 去年出的吧 那你得了金曲獎的感覺是什麼 當然超high的 很開心 因為很難拿 這個真的很難拿 金曲獎 金曲獎真的蠻難的 對 像金鐘獎就 也蠻難拿的 好 現在越來越容易 欸 這像是講屠宇華的 你這個人不好使喔 我記得我第一次 可能之前你已經演過很多香港的電影 我第一次看到 莫文蔚的演出是 王牌神棍 是不是 跟小春 跟梁朝偉 對 對 那個 然後他在裡面演一個 是記者 對 後來也有一個光頭造型的 後來有光頭造型嗎 有沒有看 我有看 你配他的聲音 不是 我配梁朝偉 然後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 有一場戲 就是你要跟他上床有沒有 對 然後但是你還是 邊上床邊脫衣服還 邊講公事什麼 對 有沒有 條件交換這樣子 對啊 然後要選保險套 要什麼顏色的 對不對 我還記得 那場戲 印象非常深刻 我那個時候就覺得 這個女的真的滿會演的 你就裝...你的... 你就裝滿... 我那個時候 很多香港的電影 都來台灣配音 對 剛好是配梁朝偉 剛好你們有那場床戲 OK 不是說床戲就我來的 沒有 配音沒有 對 邱凡床戲來了 快 你有配過床戲嗎 我有配過那種鴨片有沒有 這台灣拍的那種 只發行錄影帶的那種 那種 就是白雲眼的那種 那...怎麼弄啊 那個...很簡單啊 譬如說 譬如說有時候 我們就一早去配嘛 就把那個早餐 也拿進錄音室去 你知道 因為對白很少 都是嗯嗯啊啊的 所以你可以邊吃早點邊配啊 有沒有 嗯... 啊... 嗯... 啊... 嗯... 啊... 壞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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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餐配A片啊 怎麼會有這樣的過去 這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那是要賺錢嘛 有一次明京城來探網班更好笑 他一看到那個片子 我再配這個他傻掉了 哎呀... 站在這邊很尷尬 他準備走了 然後我們那個領班 來 明京城來 我跟你講 待會兒可不可以幫我們配 配一個角色啊 啊...配這個啊 對啊 因為下一場戲喔 是有七隊在尬 那聲音不夠用啦 所以你來幫忙一下 那聲音不夠用啦 所以你來幫忙一下 七隊在尬 對... 通常那個都是恩定啦 對... 恩定都是大場面 跟拍戲一樣嘛 開始跟恩定都是大場面 我們不要再討論這個了 沒關係 那到時候這一段可以剪掉了 不會剪喔 這是你的資歷才對 對不對